中文投资网 一个赚钱的网站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CIX每周华尔街 我是主持人Nanel 由中文投资网和凤凰卫视独家冠名播出 这星期呢 一样带大家利用短短两分钟的时间 扫描一下美股三大股指的走势 本周是美国重要的财报发布周 不过有五天的时间 有四个小礼日 几乎都是以跌势来作收 我们就来大家回顾一下 究竟美股下跌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来到周英 因为十年期国债利率的飙升 飙升到了2.7个百分点上方 这也是2014年以来 美国的国债利率最高的一个水平 造成了美股三大股指 在周一通通全面的下跌 同时在周一的时候 VIX恐慌性指数也飙升了24.3个百分点 美股股市就在一片担忧抛售性的 这个情绪当中 周二持续的下跌 而周二呢 让大家下跌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医疗板块全面的以红字来作收 美国医疗板块会下跌原因 就是因为美国三大巨头 亚马逊 摩根大通 还有巴菲特旗下的伯克系哈萨维 共同发表了一份声明 他们呢 要创建自己的医疗系统 为员工 为自己的企业呢 降低所有的医疗花费开销 事实上呢 美国的医疗系统效率不张 花费过高 已经为人所诟病许久 因此呢 在三大企业联手 立刻为市场 医疗市场 投下了一个震撼蛋 而各界非常关注 并且待后续 他们要如何改革 这个美国医疗系统的发展 时间来到周三 美联储公布 一月的二月的这个利率决议是不变 因为大家期待 三月美联储有可能会升息 在三 星期三呢 美国股市虽然稍稍的回温 不过大家一片在期待 科技业的巨头 在周四要发布财报 市场仍然表现相当的谨慎 在周四呢 科技巨头纷纷发布了财报 苹果 谷歌虽然他们的表现不俗 但是仍然充满了一些隐忧 因此股价下跌 唯独亚马逊一支独秀 股价创上了历史新高位置 所有的表现都比去年同期亮眼 但在财报呢 时间来到周五 渐渐的进入了尾声 下礼拜 我们要关注这个美国股市 美国的一些美元以及利率的一些动态 我继续为您继续关注 欢迎回来CIX美洲华尔街 美股网红达人单元 我是主持人Nanio 在我们旁边是帅哥兼冠军 Jason安老师 那我们现在跟安老师一起来看 这礼拜分析师的收益率排行榜 好的 看完了这礼拜分析师的收益率排行榜 好惊险 安老师你还是维持在这个300%的这个以上 差不多在这个卡在这个位置 对 待会来聊一聊 这礼拜您都做了什么事 然后这礼拜呢 波动比较大是波恩老师 主要是因为他在比特币相关的概念股上面呢 重仓比较多 同时波恩老师也是受到了一定的这个影响 两位都是这个看好比特币的这个分析师 在这礼拜比特币回调的这一波这个行情当中呢 都受到了影响 那安老师这边来 大家很关心 您这礼拜做了什么 我这礼拜空仓睡觉 直播的时候都爱聊什么 直播的时候就聊睡觉 来跟我们讲一下 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决定 主要是在本周二 这个交易日的话呢 大盘是第一个跳空接口向下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 给我们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 那我就把手中的所有股票啊 全部平仓 然后空仓啊 一直维持到到现在周五 一直在空仓 大盘的话呢 在周二周三周四横了三天 那么周五的话呢 继续跳空向下做选择 所以总体上来说呢 市场进入到了一个调整性格局 由于在高位啊 在上周末 没有配置啊 或者说布局UVXY 大概在九块到九块五区间 所以呢 在本周UVXY的行情当中呢 基本上我就没有参与 因为呢 没有价格优势 安全的系数比较低 所以呢 就基本上空仓了 基本上空仓 然后看大盘什么时候调整结束 再重新入场 嗯 是 其实市场是不是秀到这个大盘 最近有向下调整的这个讯号 是 最近的话呢 尤其是在大盘的后半程上涨当中呢 我基本上没有换仓 嗯 这个收益率的话呢 从四百多啊 然后一路下行三百五 三百七 三百五 然后回到三百 嗯 这个时候的话呢 市场也给出了明确的信号 向下跳空 那我总体上从我的资金收益率的曲线 和市场给出的信号来说 那我觉得大盘要进入调整期了 嗯 所以我第一时间就是交地抹油 先跑出来再说 跑得快 对对对 跑得快 这时候Json安就发挥了他的特点 嗯 平常是买得快 现在是跑得快 对对对 那Json老师做出这样的这个选择哦 全部都先平仓放空 是觉得这是当下现阶段 对于我们要维持住盈利最好的一个方法 呃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呢 在市场上涨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比的是进攻的手法 是 这个谁的进攻手法比较犀利 那么就是不断的抢钱获利 那么在大盘调整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要比的就是一种防守的手法 嗯 那么在防守的手法当中呢 嗯 有三大类 嗯 第一大类呢 可能就是Aero账户的这一类 可能市场没有大型的连续两年以上的调整 Aero账户的话呢 不开仓 这是一类 第二类的话呢 是小资金啊 小资金的话 尽量的要做到上涨式做多头 那么下跌式的话呢 就做反向指标或者UVXY 嗯 第三类的话呢 是大资金 大资金的话呢 由于没有办法一个确认件出厂 所以呢 呃 只能选择反向这个产品的一个配置 嗯 进行账户的这个平衡 嗯 您现在是用哪一种方法 我现在是小资金方法 是 直接出厂 出厂 然后只不过这一波呢 没有做反向和UVXY 下一次我们不会错过 哦 下一次不会错过 所以呢 现在VIP的朋友呢 如果是跟进Jason老师一起操作的朋友呢 你就放心的跟着Jason老师一起睡觉 睡一个礼拜吧 好的 对 反正我们现在一样是获利在300% 钱一样赚在手上 然后就跟着Jason老师睡觉 他已经讲了反向操作指标呢 他不会错过 下礼拜让我们一起期待 Jason老师继续来发挥伸手 期待 我也期待 好的 以上是这礼拜的美国网红达人 待会广告回来 我们要 广告回来之前 我们要先迎接 好久不见的Will老师 好的 我差点把他忘了 待会我们欢迎Will老师 好的 刚刚看完了Jason老师这礼拜的表现 我们现在欢迎我旁边这位 大家好久好久不见的分析师 Will老师 大家好 好久好久不见 这也没多长时间 我就回家回了一个月 是五周 Will老师讲一下 回家要哪些任务 有没有完成 大家会远也很关心 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这个任务还是圆满完成的 现在精力很充沛 但另外一个任务 另外的任务 还有另外任务吗 好像没有了 好像没有了 所以如果大家平常在关注 我们中文投资网的会员朋友 大家可以直接去问一下Will老师 他另外一个任务 到底完成了没有 他在镜头前面有点害羞 大家欢迎直播的时候 逼问他一下 那Will老师呢 带着满满的收获 回到美国来 这休息的五个礼拜 自己股票这个幅度变动 似乎是不大 不过这礼拜 我们老师们 其他人的变动有点大 是 其实Will老师 这礼拜 您是要帮他代班 因为他现在人在纽约 在上课 Will老师开了比特币 还有美股的 在纽约的私教课程 但是呢 他这礼拜 没有守住这个 30%获利的这个管卡 Will老师可不可以分析一下 这礼拜 为什么我们大家分析师呢 就是获益比较紧 因为是这样 就是大盘不好 其实我们在这个投资的时候 经常讲到 就是整个市场不好的话 很大部分的个股 都很难独善其身 所以说呢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就包括今天在内 这样的整个的股 美股呢 在这一次都是在往下走 上周五我说 哎 就早上还不错 在2880点这个标普 但是到今天为止 已经变成2780点 一周时间掉了100点下去 可以想见这个幅度 大盘都成这样了 个股肯定也会受到影响 是那所以怎么看大家老师 这礼拜呢稍微一点缩水 包括你自己也是缩水的状况 没有 我是往上稍微涨了一点 是是是是 那这个这礼拜这种幅度比较收紧 所以怎么看 下礼拜有机会再板回一成吗 其实 其实这样 就是说可能很多这个投资的这个朋友们 都一看大盘地上这样 是不是要完蛋了 是不是要崩盘了 其实没有 就是整个这个长期的趋势啊 还是向上现在只是说第一月份刚刚创下的一个2019 77年1997年以来最好的一个月份 然后呢第二月份时候一开头稍微出现一点点这个调整或者回调这个情绪 其实是蛮正常的过程 毕竟一月份的时候 几乎是一个就涨了200点吧 现在呢出现这样的一个调整或者震荡行情 也算是在清理之中 而且面对着是三月份的加息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在前面 这个时候的这个调整啊 其实也是事丰其时 但是在这个调整之后 市场整体上还是会继续向上走 所以市场还是会继续向上走 是的 是那所以 呃 接下来邦老师 Jason老师 你怎么看 他们的表现会很乐观吗 他们的表现就是 我还是对此很乐观 因为这个如果说 假设真的说这个调整趋势 就真的变成了崩盘局势的话 即便如此 我们还有绝招 就是还有反向的股票 跟指数反向的股票可以操作 指数越跌我们越涨 那一样是能够赚钱 是 那魏老师最后谈一下自己 新的一年在美股上面的这个目标 因为您这休息的这五个礼拜 似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动 接下来今年有没有想要突破一下 今年的话我觉得还是就是 选一 还是根据自己之前价值股的选择吧 毕竟长线的这个投资轻易 没有办法就是说 也不能轻易说这个就可能就不中了 或者就要轻易的去换股 还是会保持自己原来的看法 再去精选一些能够有价值的这个股票 而且因为大趋势还是向上 所以说虽然说现在短段下跌 但反而是有些股票很好 这个入场机会 那么正好我也要希望能抓住这些机会 再从低位再买一些好的股票进来 好的 那向我老师回归期待 他在今年呢 有些突破性的表现 基于他这个价值投资的这个观念之上 好的那我们以上就是上半场的CIX 每周华 接待会下期节目 为老师继续分享一些 比特币的一些行业观察 非常的精彩 千万不要走开